她与女友异地恋时 遇见让自己怦然心动的另一个女孩 下定决心要追求她 她周旋于两个女孩之间 最终会选择谁 方唐的疯狂和极端 把终结吓坏了 曾经短暂交往的女友突然找上门来 杀害了她未出世的孩子 从此三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脚踏两船的代价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名叫钟杰 今年28岁 三年前硕士毕业 钟杰不顾父母和女友林静静的反对 离开家乡来到南方某市 想不到的是一次偶然的聚会 一个女孩的出现 却意外地改谢了她的人生 2016年3月的一天晚上 钟杰一下班就和几个同事 跑到市中心去吃海鲜 年轻人聚在一起 气氛特别热闹 可让钟杰感到扫兴的是 海鲜还没吃上几口 你有林静静就打电话来 说钟杰不在乎她 这一开始啊 钟杰还耐心哄上几句 可女友却越说越来劲 钟杰觉得女友实在是无理取闹 直接把手机给关了 心情有些郁闷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女孩走进了包厢 钟杰抬眼一看 女孩穿着宽大的卫衣 一头浅褐色的短发 身材鲜瘦高挑 眼角微微上扬 眼神清透明亮 虽然算不上非常漂亮 却有一种特别的气质 让钟杰一时移不开双眼 有位女同事介绍说 女孩名叫方唐 是她的中学同学 这女同事的同学来了 大家自然热情招呼着 跟女孩方唐并不搭话 钟杰旁边正巧有个空位 女孩坐了下来 却只顾低头玩手机 钟杰主动搭话夹菜 对方还是一脸冷漠 钟杰对女同事说 你同学够酷啊 这是来交朋友 还是来玩手机的呀 同事还没来得及答话 女孩方唐腾地站起身来 眼神横扫整桌人 拎起桌上的一瓶酒 脖子一仰是一饮而尽 接下来面不改色 心不跳 指着钟杰的女同事说 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今天她生日 我就是来给她买单的 女孩方唐的气势 一下子震住了桌上所有人 钟杰有点不好意思 没等大家伙吃完 她就悄悄地跑出去买了单 等她回来 却发现女同事和方唐 已经提前走了 钟杰心里啊 说不出的扫心 不知为什么 那个叫方唐的女孩 在钟杰脑海中挥之不去 当晚在梦中 竟然出现了方唐的身影 钟杰意识到自己是爱上了那个女孩 可是自己在家乡是有女朋友的 是该跟女友分手 追求新的爱情 还是放弃新恋情 继续跟女友异地恋 直至结婚呢 醒来以后 钟杰忽然发现 自己和女友林静静 从大学本科到硕士研究生毕业 整整谈了七年恋爱 自己啊 可就从来没有梦到过林静静 这样钟杰开始怀疑 自己到底有没有爱过女友 那么一面之缘 记忆入梦的女孩方唐对钟杰来说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接下来一连几天 钟杰对方唐是念念不忘 后悔当天没要方唐的联系方式 说巧不巧 这一周之后 钟杰竟然在公司门口 偶遇了女同事和方唐 两人正打算一起吃饭去 这一次钟杰下定决心要把握机会 钟杰说 附近新开了一家KTV 不仅音质一流 自助餐店也非常丰富 邀请两位美女共进晚餐 一起K歌 女孩方唐拒绝说 只想和自己的同学 也就是钟杰的女同事 一起吃饭逛街 钟杰挑衅说 我看你啊 是唱功太训不敢来吧 这下子 女孩方唐不服气了 说去就去 谁怕谁啊 于是啊 三人一起去KTV 吃饭唱歌 钟杰自取歌唱得不错 很想在女孩方唐面前表现表现 可方唐拿起麦克风一开口 钟杰立马就被震住了 女同事看见钟杰目瞪口呆的样子 忍不住笑出声来 说方唐啊 本来就是酒吧助唱歌手 钟杰根本不是对手 女同事还告诉钟杰说 方唐自小多才多艺 不但会唱歌 还会跳街舞 偶尔也兼职做平面模特 这让钟杰对方唐又多了几分好奇 当晚三个年轻人唱歌喝酒 几分好生热闹 也许是再次见面更加熟悉起来 也许是钟杰和方唐都酷爱唱歌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也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钟杰特意挑了几首情歌和方唐对唱 借机牵起了方唐的手 牵手的瞬间 钟杰心跳加速 他觉得自己对这个特立独行的姑娘 是真的动了心 下定决心要追求她 征服她 自此钟杰把家乡的女友抛在了脑后 一心追求方唐 那么方唐究竟是个怎样的女孩 她会和钟杰相守终身吗 打难以后 钟杰找各种借口约会方唐 时常去方唐住叉的酒吧 听她唱歌送她回家 两人在微信朋友圈上 也是各种互动 女同事知道了 说你在家乡不是有个女朋友吗 方唐可是个对爱情非常执着的女孩 她爱你的时候可以奋不顾身 恨你的时候也可以同归于尽 我劝你不是认真的 就千万别去招惹她 这个时候钟杰哪听得进别人的话 她只知道方唐对自己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想方设法地要追到手 钟杰告诉同事说 自己出来了就没打算再回去 异地恋南长酒 已经和家乡的女友林静静分了手 于是就在钟杰和方唐 相识一百天当天 钟杰用一百朵火红的玫瑰花 彻底打动了这个桀骜不须的女孩 让人正式开始交往 钟杰很快发现 这个外表冷漠的女孩 也有着细腻温暖的一面 方唐会大半夜起床 为钟杰写歌 会在周末为钟杰买菜做饭 极尽可能对她好 有一次钟杰问起了方唐的家人 方唐却沉默了 后来方唐告诉钟杰说 她的父母早年离异 母亲早已改嫁 失去了联系 爸爸酗酒赌博 对她不闻不问 方唐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 初中毕业之后 考上了艺术职业学校 之后辗转来到了这座城市 靠打工赚钱养活自己 方唐说 她特别羡慕别的孩子 有爸爸妈妈的疼爱 也很羡慕钟杰有机会读大学 方唐露着钟杰的脖子说 将来要和钟杰生两个宝宝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要和钟杰一起爱孩子 不让他们受苦 想不到年纪轻轻的方唐 竟然有那么坎坷的经历 这让钟杰感到非常地心疼 她抱紧方唐说 会一生一世 好好爱她 保护她 可就在承诺出口的瞬间 一阵强烈的复旧感 涌上了心头 因为同样的话 她也对女友林静静说过 而时至今日 钟杰和女友林静静 也并没有分手 因为钟杰没理由 也没有勇气 其分手 家乡有一个深爱她的女友 她在异地却开始了新的恋情 事情终有一天 败露出来 方唐却歇斯底里地冲上来 你改赴 我就和你一起去死 她周旋于两个女友的秘密被发现 新女友极端的态度 让她望而却步 方唐突然扑上去 一把照过方向盘 车子狠狠地撞上了护栏 为了摆脱短暂相处的女友 她辞职回到家乡 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生子 谁知被她抛弃的女友 竟找上门来 脚踏两船的代价 正在播出 说起来 钟杰和林静静是大学同学 又都是本地人 从本科到硕士 谈了七年恋爱 同学常打趣 说两人啊 曹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钟杰自己也这么觉得 虽说和女友林静静非常合得来 可七年下来 已经没有一点新鲜感了 这硕士一毕业 女友就考上了省级机关公务员 钟杰的父母也给钟杰在当地 找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可钟杰却一心想到外面闯闯 不甘心一辈子 只待过一个城市 不过他对女友承诺说 先到大城市找间大公司 赚钱学本领 再回家乡 去女友成家立业 这话说的是很漂亮 其实钟杰心里啊 却有另外一番顾虑和打算 这一方面 大城市多的是机会 打好基础 将来才更有发展 而另一方面呢 硕士毕业 钟杰和女友都是25岁了 女友父母已经在催婚了 虽说林静静是个温柔可人的好女孩 钟杰的父母也非常喜欢她 可钟杰却觉得 男人三十而立 三十岁结婚生子是一点都不迟 自己才25岁 工作和生活都有太多可能 这往自私一点想 没交往过别的女孩 怎么知道林静静就是最好 最合适的呢 说到底 钟杰离开家乡到南方工作 一来是出于事业的野心 想闯荡闯荡 这二来呢 眼下根本不打算结婚 想趁年轻 在外面自由自在个几年 自打和方唐在一起之后 钟杰也开始有意疏远女友林静静 甚至想过干脆和女友分手 可每次话到嘴边 就是说不出口 可是脚踏两只船的日子 毕竟不踏实 就在钟杰在两个女友间 举棋不定的时候 女友林静静似乎是有所察觉 竟然主动来到了钟杰所在的城市 此时钟杰是否会对女友林静静 摊牌呢 钟杰告诉方唐说 自己出差一周 实际上是专门请了假 陪女友林静静游玩 以弥补心中的愧疚 这几天两人单独相处 聊了很多 林静静告诉钟杰说 父母希望两个人啊 早点把婚事给定下来 见钟杰面有男色 林静静表示理解 说二十五岁对女孩来说 是失婚年龄 可对男孩子家来说 结婚的确早了些 她明白钟杰事业心很强 也非常知识 但是希望男友对两个人的未来 有个清晰的规划 林静静说 两个人相恋七年 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基础 她非常珍惜 也认定了钟杰 家乡的创业氛围也很好 可如果钟杰定下来 在南方某城市发展 她也愿意辞职 过来和钟杰在一起 这些话让钟杰非常感动 本想找合适的机会提分手 可眼下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很快假期过后 女友林静静就回去了 在机场 钟杰和女友相拥告别 女友久久地抱住钟杰 不愿放手 钟杰轻声安慰她 直到女友走进了安检门 才转身离开 可当她转过身来 却看到另一个女孩 正定定地盯着自己 眼睛里几乎快喷出火焰来 这女孩不是别人 正是钟杰的新女友方唐 机场人来人往 方唐却歇斯底里地冲上来 对着钟杰是又锤又大 指责她为什么一脚踏两船 质问钟杰为什么要欺骗 自己的感情 原来这几天 方唐给钟杰打电话 钟杰总推说工作忙 匆匆挂线 引起了方唐的怀疑 于是方唐给同学 也就是钟杰的女同事 打电话 发现钟杰根本没有出差 而是请了试驾 于是暗中跟踪 目睹了机场所发生的一切 皱目睽睽之下 方唐的举动 让钟杰感到非常难堪 他赶紧把方唐给拉了出去 解释说确实和家乡女友分了手 可女友主动来挽回 也不能太绝情 钟杰答应方唐 一定和女友断得彻底 方唐却不依不饶 连哭带闹了大半天 想不到啊 这一脚踏两船的事情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钟杰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 两个女孩到底选谁 要说这两个女孩子 相貌各有千秋 可要论条件 方唐是根本没有办法 跟林静静相提并论 说得更直白些 方唐有个性 有魅力 但只适合做女朋友 而林静静呢 温和贤淑 更适合做妻子 这一点 钟杰很清楚 可还有一点 是钟杰万万没有想到的 她本以为 方唐在酒吧工作 在男与女交往方面 一定放得开 根本没想到 方唐对感情会那么较真 经过思考和权衡 钟杰的心 开始向女友林静静偏移了 她渐渐有意疏远 新女友方唐 可是方唐是个对爱情 极其执着的女孩 当她发现自己的感情被欺骗 她能够放过钟杰吗 一个周末 方唐主动来找钟杰 还烧了鸡汤和几道小菜 想不到的是 饭后不久 方唐突然晕倒了 钟杰赶紧把她送进了医院 经诊断 方唐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 钟杰这才知道 方唐居然在汤里下了安眠药 而钟杰呢 因为不喜欢喝鸡汤 趁方唐给自己添饭的时候 偷偷地把汤给倒了回去 逃过了这一劫 而方唐醒来 对钟杰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你改赴我 我就和你一起去死 这句话让钟杰吓出了一身冷汗 之后 钟杰和方唐的交往变得小心翼翼 可方唐对钟杰却不再信任了 她开始怀疑 除了林静静 钟杰还有别的女朋友 甚至半夜打电话来查岗 方唐有事没事 总和钟杰吵架 这一吵架就变得异常狂躁 不断乱砸东西 还经常以死相逼 钟杰这才想起同事当初警告她的话来 说方唐是个对爱情极其执着的女孩 让钟杰别去招惹方唐 钟杰这才悔不当初 想尽快结束这段感情 可她根本不敢提分手 生怕弄出更大的事情来 一天晚上下雨 方唐要钟杰到酒吧接她 钟杰打不到车 只好借朋友的车去接方唐 这说巧不巧 林静静刚好打来电话 钟杰自然不敢接电话 方唐猜到了几分 伸手就要抢钟杰的手机 钟杰不给 方唐突然扑上去一把照过方向盘 车子狠狠地撞上了护栏 两人都受了轻伤 方唐的疯狂和极端 把钟杰吓坏了 她担心这样下去 方唐还会做出更可怕的事情来 于是当天就搭乘最后一班飞机 飞回了家乡 之后给单位写了辞职信 扔掉了手机卡 彻底离开了南方某市 离开了方唐 而钟杰回去后不久 母亲就生了一场大病 女友林静静又意外怀孕了 钟杰只得安顿下来 和女友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南方某市和短暂交往的女友方唐 又就成了过去的一段差距 为了躲避性格极端的新女友 她跑回家乡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生子 可是新女友却不依不饶找上门来 钟杰家的大门和墙上被人用油漆写满了渣男 欺骗感情的混蛋段子绝孙这些字样 不得不跟新女友谈判 结果却令人意外 一辆小汽车突然冲了上来 妻子林静静瞬间被撞倒在地 被她抛弃的女友竟杀了她未出世的孩子 这场不该开始的爱情最终会有怎样的结局 脚踏两船的代价正在播出 可让钟杰想不到的是 这麻烦很快找上门来 就在妻子林静静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每天半夜两三点钟 钟杰的手机就响个不停 而钟杰又是从事IT技术保障工作 单位不允许关手机 妻子简直不堪其扰 问钟杰说 你到底得罪谁了 人家要这样整你 钟杰心里猜了个大概 却又不敢确定 她争得单位同意 换了手机号码 骚扰电话 总算是停了下来 谁知道 一周之后 钟杰家的大门和墙上 被人用油漆写满了渣男 欺骗感情的混蛋 段子绝孙这些字眼 不用说 就是方唐找上门来了 妻子一再质问 钟杰这才说出了 和方唐短暂交往的事情 妻子林静静可气坏了 当晚就回了娘家 说等孩子生下来 就跟钟杰离婚 该怎么办呢 只有找到方唐和他彻底做个了断 于是钟杰粉刷了墙壁和大门 之后没完手的家门口 终于堵住了再次来写大字的方唐 见到方唐 钟杰主动道歉说 是我对不起你 不该一脚踏两船 可当时你应该给我时间 来处理问题的 方唐 我是真心爱过你 可我也是真心害怕你 要不是你走极端 总想跟我一起死 我也不会离开你 我走了 其实对你 对我 对大家都好 你要相信 我对你是有真感情的 可现在我已经结婚了 这孩子都快出生了 我求求你 放过我吧 或者我也可以出钱补偿你 方唐听完这些话 面无表情 接着冷笑着说 你对我有真感情 你对我是有真感情的 之后扬长而去 那晚过后半个多月 方唐没有再来骚扰 中杰悬着的一颗心 总算慢慢地放了下来 中杰认为 自己把话说明白了 方唐也应该听明白了 他找上门来 要的就是一个解释 一声道歉 一个了断 方唐没再来 这事情也就过去了 于是中杰打算把妻子 接回家来 让他安心待产 周末中杰专程开车 到丈母娘家接妻子 费尽唇舌 终于做通了妻子的思想工作 就在中杰上车发动汽车 妻子打开副驾驶门的瞬间 一辆小汽车突然冲了上来 妻子临近的瞬间 被撞倒在地 眼前的一切 把中杰吓坏了 他冲下车去 抱住了血泊中的妻子 路人见状 拨打了报警和急救电话 很快 警车和救护车赶到了 就在林静静 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 警察把肇事车辆的 驾驶员也带走了 中杰这才发现 撞人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方唐 几个月之后 检查机关已故意伤害罪 对方唐提起了公诉 然而林静静和他的家人 却认为这个罪名太轻了 因为林静静生产在即 而方唐的行为 直接造成了胎儿死亡 撞死胎儿就是撞死了人 方唐应该是构成 故意杀人罪 那么方唐最终要为自己的行为 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那么受害人林静静和家人的说法 是不是能够站得出脚呢 这就涉及到了今天的法律知识点 胎儿的人格权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人格权 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雇有的 而由法律直接赋予民事主体 所享有的各种人身权利 按照我国民法总则第13条 第16条的相关规定 自然人从出生起到死亡时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 胎儿免出时为死体的 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也就是说 胎儿没有出生 就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 那么撞死胎儿 在法律上来说 也就不算是撞死人 那么回到本案当中 即使临近境的胎儿 因方唐故意撞伤临近境 而导致死胎 由于胎儿不是人 并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根据人体损伤程度 鉴定标准 因他人损伤 导致早产或死胎的 算作是对母体的伤害 损伤程度 共成重伤二级 最终呢 法院因故意伤害罪 判处方唐 有期徒刑五年 法院宣判当天 方唐的父母都来了 看到审判席上的 女儿方唐痛哭不已 而方唐呢 也流下了眼泪 方唐被判刑入狱 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中杰夫妇 却永远地 失去了腹中的孩子 中杰的妻子林静静 终日以泪洗面 无论中杰如何忏悔 林静静都无法原谅 丈夫的自私和背叛 观众朋友 不只婚姻需要彼此忠诚 恋人之间同样需要彼此忠诚 因为背叛本身就是伤害 我们谴责中杰一脚踏两船的 不负责任 谴责他欺骗辜负 伤害了两个爱他的女孩 而对于方唐呢 我们爱其不幸 因为从小缺乏父母的关爱 让方唐极度缺乏安全感 因此对爱情 渴求到了偏执的地步 我们怒气不争 方唐自己得不到的 宁可毁灭 漠视法律 终于让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 再会 男人背着妻子抵押房产 创业不成反而毁了家 女老板恋上男人 不惜血本与男人合伙 欠巨债 创业失败 两人一死一入狱 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 发财梦碎走绝路 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